股市像金山,永远挖不完 股市每天都交易着数百亿甚至上千亿元的资金 宛如一座巨大的金山 只有具备好的功夫和耐心的高手 才能透过挖矿的方式追寻到更多的宝藏 就算付出一辈子的努力 也未必能够挖完这座金山 相对的,散户门王王只要遭遇一次失败 就会很容易放弃挖矿 一旦一套牢就被套住了 就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一样 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这样的话,再丰富的金山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,若想在股市中挖掘到更多的宝藏 就必须要有好的功夫和耐心 不断地努力学习,磨练自己的技巧 当然在这座金山中挖到丰富的财富 这时候你需要有正确的操作观念 加上好的操盘工具 你就可以在股市这座宝山挖到无尽的宝藏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搜索的观念是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